花莲自强外溢监狱借户科长 数号晚间在市区开车时 遭人从后方追撞 没有想到就在下车查看时 突然遭后车两名年轻人 直接持铝棒以及辣椒水攻击 造成周姓科长 左手掌鼓烈 紧急送往慈祭医院救治 而两名凶贤在犯案后的两个小时 则主动投案 兼称是行车纠纷才动手 但是警方不信 怀事遭人叫唆正扩大侦办中 在花莲市区开车停等红灯被追撞 男子下车查看竟然被造势车的驾驶 用球棒辣椒水攻击 男子被打到着手骨折 当街被打伤的男子身份可不一般 他是花莲自强外溢监狱的借户科长 我们警方在获报之后 立即到场协助伤者来送医 那也掉约相关的监视器 迅速的掌握到涉嫌人的身份 那在当日晚间的九点 就这样两名的犯险通知盗案 并查扣了作案工具一批 被打伤的花莲监狱 接户科长2月15号晚间7点多 休假期间载着怀孕的妻子 跟一岁半的孩子 开车经过花莲市得安一街 不料停等红绿灯的时候 车子遭追撞科长被打伤住院 由于这名科长日前没有核准 一名帮派成员返家崩伤 因此怀疑科长是被黑帮叫唆伤人 因为事件发生的原因还在等待理清 但是我们对这个暴力攻击的行为 也是要给予严厉的谴责 他目前已经提起伤害的告诉 那后续如果有任何需要 我们的行政协助 还有医疗照护 我们机关都会全力来做 其实我们有过滤 这个犯险的驾车路线 跟这个监视器画面停留 那目前是没有看到说 这个有与其他人做一个接触 那不过这个部分也是列于 我们在侦查的一个重点 警发货报很快就寻现 找到两名涉案男子 果然两个人都有黑帮背景 尽管两人都否认交唆犯案 不过专案小组 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远警征讯后 依杀人未遂与重伤害等罪嫌 先将这两名涉案男子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